根据最近调查的情况表明,我国现在患有关节疼痛的高达1.5,一人,从老到少,从男到女,一百个人之中就有十个人患有关节疼痛,而且关节是人体最重要的活动关节,在意识上也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部位,因为我们的膝盖承受着身体上几乎所有的重量,不管是是爬山,不行,上楼梯等, 关节软骨每天都承受着各种活动,引起的重量和冲击力,是所有关节中压力最大的,今天,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些缓解关节炎的方法 换膝关节炎的原因,一,超重的人肥胖女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发病率越高于正常体重女性,超重肥胖造成膝关节受力改变,体重越大,关节受力就越大 同时,超重肥胖可导致受力不均衡,是关节发生变形,除肥胖而引起的机械性因素外,还与肥胖的全身代谢因素有关 二,女性朋友,膝关节炎女性比男性多见,特别是绝境后女性,55岁以后女性患者明显分多,而且其所患骨关节炎的程度也较严重 因此有人认为内缘性磁激素的减少,可能是骨关节炎的危险因素之一 三,膝盖受过伤的人,除膝关节中,震胆和半月板如果受到损伤,会造成膝关节不稳定,亦造成关节软骨的磨损 所以有震胆,半月板损伤是应尽早 四,有腿部机型的人关节处于正常位置时,受力是均匀的 若一旦出现机型先天性或外伤性的,例如膝关节的内翻机型O型腿,外翻机型X型腿,引起关节面对合不良,可造成关节软骨的损伤 洋葱泡酒洋葱是能够防止骨质流失的一种蔬菜,洋葱预防骨质流失的效果,甚至比得上一些骨质疏松症药品 材料,洋葱两个,红葡萄酒500毫升,一瓶普通红葡萄酒配三个洋葱 做法,一,将洋葱洗净,去掉表面茶色的外表皮,切成8等份半月形 二,将洋葱装入玻璃瓶内,加上红葡萄酒 三,将玻璃瓶盖好密闭,在阴凉的地方放置2到8天 四,将玻璃瓶内的洋葱片,用滤网过滤后,洋葱,直奔开装入瓶中放到冰箱冷藏 饮法,一,一听喝的酿,约四分之一杯,一五十毫升,年纪大的人一次约二十毫升左右 二一天喝一道两次 三,净过的洋葱片,一起食用更好 食堂醋将把生姜洗净,棉皮切成片状,放在大口瓶子里 倒入食醋并放适量红糖 密封十天后,每天取出生姜八颗食油 一般连续服用一个月左右,关节疼痛症状,便可得到有效的缓解 希望大家通过提供的方法,可以赶走关节营 如果你觉得文章有用的话,就转发给更多的人吧 关注,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养生小知识物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